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新造型引爆网络 体制内男友风宽间吸睛无数 王一博体制内男友风暴红 宽间帅到引网友尖叫 王一博新造型炸裂全网 他以体制内男友风的全新形象登场 再次展现了时尚王者的实力 在这次活动中 王一博不仅穿着融合中式京派文化的服装 还将其与法式时尚元素巧妙结合 一改以往风格 瞬间吸引了无数粉丝的目光 简直就是视觉上的轰炸机 大家纷纷直呼 想靠在这宽肩上 一辈子都不想走了 体制内男友风 王一博你究竟在搞什么 这次活动的亮点 毫无疑问是王一博那充满中式韵味的造型 穿上京派风格服装的他 仿佛从机关单位里走出来的体制内男友 加上那宽阔的肩膀与挺拔的身姿 不仅让女粉丝们瞬间沦陷 还引得无数网友大呼 王一博 你这肩是不是偷偷去练过 言外之意 那宽肩真不是普通人能拥有的 仿佛把安全感二字写在了身上 发展从中式精派到法式浪漫 时尚界新宠非你莫属 王一博在时尚圈中一向被称为百变时尚宠儿 而这次的造型更是将中式与法式风格碰撞融合 让网友们大开眼界 他以一身中式风格的服装作为基础 再加上法式小细节点缀 整个人散发着浓浓的文化气息与时尚感 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 这造型简直就是把时尚界给征服了 同时 他在巴黎时装周的亮相更是再次展现了超强的时尚 驾驭能力每次出现都是一次心的惊喜 这场文化融合大秀可谓是震惊四座 法国时尚元素的活力碰上了中式精派的优雅 而王一博的宽肩与帅气更是锦上添花 网友们看的那叫一个激动 我还没缓过神来 王一博又出新造型了 时尚之路真实走得越来越宽了 雨后长城上的体质内男友 氛围感拉满 活动当天的长城风光更是绝美 王一博站在云雾缭绕的长城上 宛如从画中走出的男主角 一场雨后 长城被笼罩在迷蒙的雾气中 而王一博那一抹亮眼的身影 就像是在水墨画里走出的仙子般 显得格外迷人 他身穿中式长袍 神情间自带一种体质内般的稳重气质 网友纷纷表示 长城风景如画 但有了王一博 这幅画简直活了 大家调侃道 王一博你是来长城打卡拍照的 还是来给我们发制服诱惑的 更有网友戏称 这要是现实中也有这样的体制内男友 我还不天天跑到他办公室门口站着 言下之意 就是在让他多待几天 他们都心甘情愿 结尾 王一博的时尚影响力 再次惊艳全网 从中式京派文化服饰到巴黎时装周的法式浪漫 从长城上的雨后身影到线条 分明的宽间背影 王一博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向大家展示着他的时尚感与影响力 此次造型曝光后 他不仅登上了L杂志封面 微露凶肌的造型更是被秒杀全网 引发哀嚎一片 短短几分钟 这次限量发售的杂志就被抢购一空 再次印证了他的带货王称号 不得不说 王一博的体制内男友风虽有争议 但他的时尚驾驭力和影响力却是不容小觑的 他的每次亮相都会引发轰动 这次也不例外 有网友表示 再多的风格在王一博身上 都会被赋予新的定义和生命 而对于这种新风格的尝试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这无疑是对他不断突破自我的一种肯定 至于未来 他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不如拭目以待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